爱情是世间最复杂也最纯粹的情感之一 有人说女人的心如同海底针 难以捉摸 但只要用心去感受 就能发现 女人的想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拿下一个女人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关键不是在于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而是在于你是否用心去理解它 去温暖它 去珍惜它 一懂它比爱它更重要 来人常常以为 只要付出足够多的爱 就能打动女人的心 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 真正的爱情并非单方面的付出 而是双方心灵的契合 要想拿下一个女人 首先要做的是深入了解她 懂她的喜怒哀乐 懂她的需求与期待 懂她意味着要关注她的生活细节 她喜欢的电影类型 她钟爱的美食 她的小习惯和小癖好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能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成深厚的情感基础 当你能够随口说出她喜欢的电影台词 当她发现你记住了她不经意间提起的小愿望 她的心中自然会涌起一股暖流 懂她还意味着要理解她的内心世界 女人的情感往往比男人更加细腻和复杂 她们需要更多的倾听和理解 当她遇到困难时 得她一个坚实的肩膀 当她心情低落时 陪她一起渡过难关 当她开心时 与她分享喜悦 这样的你 才能真正走进她的心里 了解她懂她 才能更好地爱她 才能让她感受到你的真心和诚意 而真诚比技巧更动人 在这个充满套路和技巧的时代 真诚显得尤为可贵 许多男人试图用各种技巧去追求女人 却往往忽略了真诚的重要性 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打斗人心的 往往是你那颗真诚的心 真诚意味着坦诚相待 不要试图用谎言去掩饰自己的不足 也不要用虚假的承诺去换取她的换心 你的每一次谎言都会在她的心中 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相反当你能够坦诚地面对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她反而会更加欣赏你的勇气和诚实 真诚还意味着要用心付出 爱情不是一场游戏 而是一场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旅程 不要只想着从她那里得到什么 而要想着为她付出什么 你的每一次关心 每一次呵护 每一次陪伴 都会让她感受到你的真心和付出 当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她 她自然会感受到你的温暖和诚意 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你 三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在这个忙碌的时代 陪伴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 然而对于女人来说 爱情你的陪伴又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如果你真心爱她 无论你的工作多忙 无论你的生活多累 都不要忘记给她足够的陪伴 陪伴意味着要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 无论是她遇到困难时的支持 当你们回忆起这些时光时 心中自然会涌起一股甜蜜和幸福 当你愿意花时间陪伴她 愿意与她共同经历生活了起起落落 她自然会感受到你的深情和厚意 拿下一个女人 其实并不难 只要你懂她 真诚待她 陪伴她就能感受到你的真心和诚意 爱情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收获到无尽的幸福和满足 所以不要害怕付出 不要害怕真心相待 只要你用心去爱 去珍惜 你一定能够拿下那个你心仪的女人 在爱情的迷宫中 我们时常在寻找那寻找那些微妙又珍贵的信号 以确认彼此的心意 对于男人来说 当一个女人在私底下向你透露她的某些秘密时 这不仅仅是信任的象征 更是她内心深处对你情感的真实流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过往 有些甚至是内心深处的伤痕 当一个女人在私底下向你敞开心扉 讲述她曾经的经历 挫折和成长时 她其实是在向你展示她最真实 最脆弱的一面 她希望你能够了解她的过去 接受她的全部 包括那些不完美和遗憾 这种毫无保留的分享 是她对你深深信任和爱意的体现 梦想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宝藏 它代表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和追求 当一个女人在私底下向你透露她的梦想时 她其实是在向你展示她最真实 最渴望的未来 她希望你能够了解她的梦想 支持她的追求 甚至愿意与你共同为之努力 这种坦诚和信任 这种坦诚和信任 是她对你深深依赖和期望的体现 在坚强的外表下 每个人都有一颗脆弱的心 当一个女人在私底下向你展示她的脆弱时 她其实是在向你寻求安慰和力量 她愿意在你面前放下防备 展现真实的自己 这代表着她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她希望你能够给予她关爱和支持 在她需要的时候 给予她力量和勇气 这种亲密和信任 是她对你深深爱意的体现 当一个女人在私底下向你透露这三个秘密时 她已经将你视为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 她愿意与你分享她的过去 梦想和脆弱 这代表着她对你的深深信任和依赖 同时这也是她对你爱意的表达 她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份感情 与她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因此当你发现一个女人在私底下 向你透露她的这些秘密时 一定要好好珍惜 她可能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而你也应该给予她同样的爱和关怀 让这份感情在彼此的信任和支持中 茁壮成长 成为你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爱情的世界里 男人表达在乎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时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舍不得 却蕴含着深深的爱意 比如下面这三个方面的舍不得 都是在乎你的表现 当一个男人真心实意地在乎你时 他定会舍不得你受累 他会毫不犹豫地主动肩负起生活中的 那些繁重任务和辛苦活计 绝不愿意看到你因过度操劳而疲惫不堪 他会饱含深情地对你说 亲爱的 这些我来做 你休息会儿 他会对你为家庭所做出的奉献感到心疼不已 从而竭尽全力为你营造出一个轻松 切意且舒适的环境 在你忙碌了一整天之后 他会贴心地为你准备好热气腾腾 充满温馨的晚餐 还会轻柔地帮你按摩 助你放松身心 他绝对不会自私地把所有的家务一股脑地推给你 而是心甘情愿地与你一同分担 这种舍不得 舍不得 并非只是简单的言语表达 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 蕴含着他对你那深沉无比的关爱 与体贴入微的呵护 他明白你的辛苦 懂得你的付出 所以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疼惜 或许他并非能做得尽善尽来 但那份心意却是无比真挚 这种来自他的在乎 让你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 让你明白 你在他心中有着无比重要的位置 当你拥有这样一个男人时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难得的真情 在乎你的那个男人 必定会舍不得和你分开 哪怕仅仅是极为短暂地别离 他的内心也会隐满不舍之情 他会深情款款地对你说 我会想你的 早点回来 在分别的那一刻 他会紧紧地将你拥入怀中 那眼神里满是眷恋与不舍 他会无比珍视与你共处的每一秒 从来都不愿意错失任何一个 能与你相处的时机 不管是携手漫步于街头巷尾 还是并肩坐在影院里观看一场电影 又或是只是静静地相依而坐 于他而言 都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 因为你的存在 他的整个世界变得完整且美好 所以分胎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艰难 这种舍不得分胎 并非是依赖或者懦弱 而是源自他内心深处 对你深深的眷恋和依赖 他在你的陪伴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温暖 以至于哪怕只是片刻的分离 都会让他感到失落和不安 当你遇到这样一个是分别为酷刑的男人时 应当明白他对你的在乎 是如此深沉而真挚 使得你用同样的真心去回应与守护 如果一个男人是真真切切地在乎你 他定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 每当你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被他人误解之时 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坚定地为你撑腰 他会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 然后毅然决然地守护在你的身旁 全力以赴为你排油解难 他会始终在意你的内心感受 在面临任何局令时 都会将你的想法纳入考量范畴 倘若不小心让你受了委屈 他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而后想方设法去努力弥补 这种舍不得 绝非只是口头上的表达 而是实实在在 源自心底的尊重与爱护 他深知你的脆弱与坚强 明白你的喜怒哀乐 所以不愿意看到 你有一丝一好的委屈 他愿意成为你的避风港 为你遮风挡雨 让你在他的庇护下 能够安然无忧 这份舍不得 是他爱你的有力证明 是他对你深情的独特诠释 当你拥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给予你的尊重和爱护 会让你感受到无尽的温暖暖与安心 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想和他聊天 就会一直找话题 不停地给他发信息 不管他回复什么 都会很开心 在聊天时 他会和你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 他想让你知道 他和你在一起很开心 同时他也会发一些可爱的表情包给你 来表达对你的想念 因为很想念你 所以他会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他觉得很开心 这说明他想让你知道他在想着你 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思念对方 一天都会想着你 当一个男人每天都会想着你时 他一定是想着你了 不管他有多么忙 他也会挤出时间来和你聊天 所以说如果一个男人 一天都会想着你 你还都会想着你 那么说明这个男人 肯定是喜欢上你了 因为当一个男人 真正喜欢上一个人时 就会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对方 甚至恨不得一天24小时 都和对方待在一起 只有真正喜欢的人 才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爱 所以才会有一种牵挂之情 才会让他无时无刻都想着对方 因为爱到了深处 才会有这种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有时间 他就会和你聊天 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 如果一个男人想你了 他会给你发信息 或者打电话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 在爱情里 真正爱你的人 会一直默默地守护在你身边 而不是让你独自去面对所有的风雨 男人爱一个人就会想要拥有他 他就会想要参与他的生活 即使两个人不能时时刻刻都在一起 但是他还是想要陪在他的身边 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 让你不再感到无助和害怕 因为他想要陪在你身边 不让你感到孤单和难过 如果一个男人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身上 那就说明他真的很爱很爱你了 爱是包容 是理解 是无条件的支持 爱一个人 就会包容他所有的小脾气 愿意在他的身后支持他 而不是总是挑剔他的错误 或者是指责他 给他甩脸色看 在感情里 女人总是喜欢胡思乱想 如果一个男人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或者是突然之间变得冷漠无情 那这个男人就是真的不爱你了 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在你说完话后 什么都不做就离开了 那么这个男人真的很自私 当他想你的时候 他会想尽办法去联系你 想要和你聊聊天 但是如果他不想你了 也不会联系你 在爱情里 两个人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 那么这个男人就一定是真的不爱你了 我来说 你目的感觉 有什么事 来或者是 我来说 眼睛